董主委以及各位长官请主委 请主委 主委你好 简单几个问题请问 第一个问题 我们提到农民的人数 从民国一百年到现在 到今年的九月 大概有逐渐减少 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说在将来 如果全面实施募兵制 然后募兵 然后他的这个服役的年限 有在增加 将来才可能再有所增加 可是现在的情形是 是呈减少了趋势 可是呢 我们有许多的这个荣家 这个公费或自费的占床率 这也都逐年下降 那逐年下降 甚至低到80%以下 那你看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占床率是越来越低 那这个机构设备 甚至人力都虚止了 你们要怎么改善这个现象 跟委员报告啊 这个对于荣家的占床率的事件 我们从也一直在关注 的确的我们资深的荣民 逐渐在凋零 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在 你们怎么转型嘛 对 因为之前曾主委他也讲了一套 结果讲一套也没看到这个 这个具体的成效出来 他人已经走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人 人走正习啊 不会 这问题还在这儿啊 当初我们曾经做过一份 就是未来荣家的规划 是的 那现在来讲 我们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 努力的在做 包括进程要 可是战床率还在下降啊 那战床率它是在下降 可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对于 转型 对 委外 还是怎么 怎么 这不是说光转型 因为老 委外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因为 因为 我们资深国民 让我来 来说明 我简单讲一个问题 你再回答 好 我们的人口老年化 是越来越严重 可是荣家的战床率 却越来越下降 这中间一定是有一个 变成 让一些老年人口 不愿意进来嘛 那你怎么改变这现象 听你说 是 好 谢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来说明 我们也是非常在意这一块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的单身的荣民 我们有六万多单身的荣民 是 可是我们的荣家的荣量只有九千多 嗯 可是他还不愿意进来 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荣家 他是 大通铺型的 八人一间 甚至大通铺 在去采取军事管理的态度 使得我们这些资深的荣民也好 他怀对荣家的看法是怀在过去的那种想法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荣服处 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服务的组长 我们在拜访这些资深在外面单身的 就是单身 这个没有倦的荣民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他们 都带他们到荣家来看 现在的荣家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现在荣家的设备是完全按照老人福利照顾法 这些设施来做的 让他知道说 与其在外面租房子 与其在外面 这个一个人在那边住 不如回到荣家来 荣家里面我们有好的 这个养护的设施 我们也有好的医师 可以照顾他 尤其我们退伍会现在正在推广的 就是说 一养合一的这种方式 我们希望让这些在外面的荣民 这些荣民伯伯们能够回到荣家来 我们可以给他真正做政府对这些人能够给予照顾 那我们也在想说 即使是这样子在做 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空余的资源 因此呢 我们就想说 我们跟地方政府 现实政府来联系 我们以分区的方式 释出一块区域出来 让我们的地方的民众 也可以 他甚至需要照顾的人 现实政府 可以把他们 公废安置 或是怎么样自负安置 让这个国家的资源 不会说 而只限制于农民 那其他的国民其实也需要照顾的 我们希望说 这些都能够来做 我看到你讲的愿景 可是您的计划 预计在什么时候会 会开始 预计什么 还是已经在做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 包括马兰来讲 包括屏东来讲 包括现在的屏东 我们就是有事出出去 包括现在的台南 我们也跟台南市政府在谈 包括白鹤荣家这些事情 因为陈昂山委员也十分关切这一段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跟县市政府在谈 包括我们的花莲的荣家 家里有荣家 对 对 家里也有 包括花莲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 包括我们花莲的自费安一样 我们也跟花莲县政府 也是在谈说 他有意愿 好 是 可是我不希望说下一次您再来这边的时候 还是跟你提同样的问题 你再做同样的回答 我们希望看到说 好 那 这个接下来我们 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战场率 已经回升到多少了 那才能交出成绩单呢 是吧 所以说我希望说 您 有没有初步一个计划 说如果是 谈得顺利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 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的初步的成果出来 跟县市政府这一段我跟委员报告 我真的没有把握说 什么时候会谈得出来 因为我们跟谈谈县市政府谈的呢 其实不只是谈谈市政府了 对了 各个地方政府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没有这个需求 嗯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 就是说我努力 这怎么办 我努力 你刚刚讲说县市政府是一个区块嘛 那一个区块你们自己要做的 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去劝劲的 比如现在单身退社 我们现在跟国防部正在嫌接 这一块 我们也在做 就是说我们也定一个百分比 说每个每个县 这个县市的融付处 你要定个百分比出来 你每一年 你要给我推荐多少人进来 而不要说 然后才能列入管考啊 对 是不是 这个管考是必须要 要有数字可以看的 对啊 而不是说大家说我努力 这是空话 你您管考他们 我们管考你 对应该 我们要看数字啊 是吧 是这样子的 这样说的 希望说下一次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了 不要这个问题老师都老生常谈 对这个我们会持续努力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退伏会有计划要将这个 因为要增加募兵的诱营 有计划将服役满四年的志愿意退出一官兵 纳为服务对象 是 请问这个服务对象是怎么样 是就是就学就业跟身体健康还是怎么样 对 健康检查还是怎样 就学就医 就是把过去本来是服役满十年 才能够申请为冗民 才有冗民的待遇 除了 我说除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金钱以外 我说其他冗民的服务 是不是将来改成四年就可以了 对 但是四年以上的志愿意 但是是 他还是不叫冗民 他不叫冗民 但是他想要冗民所有的 或是部分的这个权益 对 包括哪些有哪些没有 就学 最主要是就学就业 这个是对大众 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年轻人来讲的话 可能三十岁左右 都是很精壮的人力 可是他在部队里面 可能他的官科跟民间的专长并不相符 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他就业专长 证照的训练 使他能够回到社会上来 或许有的人 他可能在 这个年轻的时候 他功课并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们要辅导他去就学 因为你要学一个 现在科技的时代 你要好的证照 也是需要有 有这个 基本的知识才够的 所以我对就学 就业 这段将会是我们的重点 但是 但是冗民的资格取得 现在 目前为止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改变 对 OK 我们对这些人的服务来讲呢 也是根据他服役的期间 比如他四年的服役 我们可能照顾他六年 如果是五年 因为冗民的资格取得 现在政府的国家的法令的问题 是 OK 好 谢谢主委 是 谢谢委员